以色列官員17號表示 總理內塔尼亞胡 已經解散戰時內閣 另外 以軍16號宣布 在加沙南部采取 日間戰術性暫停軍事活動 以便利人道救援 有媒體披露 內塔尼亞胡事先對此一決定 並不知情 並且反對這麼做 事件可能意味著 以色列政府內部分歧擴大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17號宣布戰時內閣已解散 他補充說 戰時內閣適應主要反對黨領袖 前防長甘茨的要求而聯合成立的 甘茨退出後 戰時內閣也就不再需要存在了 內塔尼亞胡還說 不會再有一個 由聯合政黨領導人組成的新內閣 甘茨在9號宣布退出戰時內閣 他當時批評內塔尼亞胡 正阻止以色列取得真正的勝利 呼籲在今年秋天提前舉行议核選舉 最終建立一個能夠贏得人民信任 且能面對挑戰的政府 以軍16號宣布加沙南部實行戰術型軍事活動暫停後 陸續有運送援助物資的貨車通過凱雷姆沙洛穆口岸 使向加沙 以軍表示 為了方便人道救援物資進入加沙地帶 部隊每天從早上8時到晚上7時 在凱雷姆沙洛穆口岸到薩拉赫丁公路及北向道路實行戰術型軍事活動暫停 直至另行通知 這將使國際組織在無需事先協調的情況下 沿有關路線運送物資 希望能借以增加援助物資數量 但以軍稱目前未看到聯合國機構充分利用這安排 以軍發言人哈加里強調 以色列仍有決心擊敗哈馬斯瓦解其軍事力量 但同時會確保人道物資能運抵加沙 當局敦促國際組織履行職責 確保物資能分發到加沙民眾手上 不過據報內塔尼亞湖被指對有關安排事先不知情 他與軍方之間的意見分歧 溝通以及掌控引起外界注意 與此同時 以軍繼續空襲和砲擊加沙地帶多處 在中部的布萊捷難民營 16日遭以軍空襲 造成多名巴人死傷 巴勒斯坦紅心約會表示 團隊找到至少兩具遺體 並有至少14人須送援救治 挪威外相艾德表示 由於缺乏資金 暴力事件持續發生 以及50萬巴勒斯坦人 不被允許在以色列工作 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 可能在未來幾個月內垮台 一旦成真 可能會導致出現另一個加沙 這對包括以色列人在內的所有人來說 都是噩夢 凤凰威視綜合報導